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千年老海妖 谁要是见到他就会被他的美貌所蛊惑 每隔几十年老海妖都会抓一个人类当老公 生出来的小怪兽不是巨魔 便是满身黄金的巨龙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剪一个长得漂亮 怎么都不会死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呀 老国王正拿着黄金号角喝酒 美貌的王后一脸不屑的表情 就在国王开始大撒毙的时候 一只吃老鼠的妖怪飞了过来 宫殿内瞬间灭黑一片 喝得烂醉的士兵那是一个接着一个被怪兽给吃掉 怪兽唯独见到王后并不去伤害他 当怪兽看到国王时突然就哭了起来 一溜烟就跑回了家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咱们后面就知道 总之怪兽回家之后就告诉海爷妈妈 人类世界并不好玩 此事之后国王开始四处招募 涂抹战士 如果谁能杀掉怪兽就把一半的黄金送给他 很快咱们的男主 贝奥武夫带着小弟便驰骋而来 作为最强武士 贝奥武夫的到来 让国王瞬间看到了希望 贝奥武夫黄金没看上 当时看上了国王的老婆 切肉的国王并不敢挑明 贝奥武夫一身杀怪无数 什么独眼怪一刀狗屁 大牙怪门牙都被他给拔掉 唯一只海妖让他无法下手 这只海妖也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当晚国王拿出了他珍藏的黄金号角 传说拿着他就能召唤神秘的远古力量 国王允诺只要杀掉怪兽 黄金号角就是他的 贝奥武夫看到美丽的王后一眼 答应了帽子去杀怪兽 夜晚还未等贝奥武夫出发 怪兽便再次杀到了宫殿 贝奥武夫脸不红心不跳 最后被贝奥武夫用锁链困住 掌内了一只手 这一次怪兽 吃人不成 反尸把手 滴滴撞撞回到海里 最终在老妖怪的歌声中 死在了海妖的怀里 此战之后 国王不但赐予黄金给贝奥武夫 还赐给了他黄金号角 海妖死去孩子的哭声 传到陆地 贝奥武夫在梦中 见到了化成海妖的皇后 等他下寝时 所有小弟都成了风吹热 国王也已经意识到 大烂临头 送上大宝剑给贝奥武夫 承诺只要杀掉怪兽老妈 想要什么都可以 贝奥武夫 只身来到海边的山洞 在身上不见刀子的黑夜 只要举着黄金号角 才能看清一切 这山洞里满是黄金 贝奥武夫盯着水面 在水里居然出来了一个 美貌的女子 不是说好的是海妖吗 这简直是长着尾巴的仙女呀 海妖蛊惑贝奥武夫 放下号角 咱俩身个怪兽宝宝 热炕头 岂不美哉 最终贝奥武夫 被惊涉住海妖的蛊惑 还是放下了手中的宝剑 一代图谋战士 最终撒在了海妖的尾巴下 回来之后 贝奥武夫声称自己已经杀掉了海妖 只剩那一货没衣服穿 不好带回来 国王显然是探处的谎言 在庆功宴上 脑子短路的国王 想将自己的皇冠送给了贝奥武夫 这是什么操作 贝奥武夫一脸懵圈 完了之后 国王便跳海狗屁了 就这样 贝奥武夫意外成为国王 最重要的是 捡了个现成的老婆 他在陆地 四处攻城掠地 索向披靡 直到沙的海边 一个小兵再次送上了那只黄金号角 而他喜欢的女人 也换成海兵的一个小丫头 王昊似乎也是见怪不怪 他只是询问小丫头 海妖到底有多美 小丫头说 见过他的男人都死了 这时 海上再次杀了一条魔龙 走到之处 那是片甲不留 贝奥武夫再次前去找海妖 原来 魔龙真是海妖心的挂上宝宝 这货可比他的哥哥生机了不少 一对大翅膀被飞天走地 最关键的是全身都是金字打造 武器什么的 对他根本毫无用处 贝奥武夫亲近全国战斗里 都没伤到魔龙疯毫 没办法 他只能亲手和魔龙搏斗 魔龙被贝奥武夫起到背上 也是无法摆脱 想要把他投到海里给淹死 没想到贝奥武夫的肺货量 比他都要好 魔龙又想去杀了小老婆 然后王后即是救下的小丫头 眼看着两个老婆 都会被魔龙给烧死 贝奥武夫一刀子下去 可算是削破了魔龙的筋翅膀 正着魔龙无法掌握平衡 贝奥武夫用匕首 从鳞片下面的隔膜 接接伸到魔龙的心脏里 硬是扎着他的心 最终魔龙停止心跳 变成人形 贝奥武夫似乎看到了自己 年轻时的模样 这时他才知道 死去的竟然是自己的孩子 这个鬼不当初呀 想死的心都硬 临死之前 贝奥武夫把黄位和黄金号角 赐予了大胡子 大胡子看着海面上 贝奥武夫的一切 一把火就没了 貌似看清了这一切的真相 当他拿起黄金号角的时候 海面上海妖再次露出了头 看来循环还将继续呀 一部构思非常巧妙的魔幻地 不管是故事构思 还是特效都是非常不错 无限的循环 无限的复仇与杀戮 故事中的海妖 犹如七情六欲 永远杀不死 想要走出循环 就必须克制自己的贪欲 每天不晓定 欢迎来就关注 西瓜肯定 本次作品来源 喜欢的贝奥武夫 我喜欢的贝奥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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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纪念 我喜欢的贝奥武夫 我喜欢的贝奥武夫